增兵控制导礁,菲律宾也在采购空中装备 据英国解释房屋周刊报道 菲律宾向美国和加拿大采购了21架翻新后的UH1COE军用直升机 合同价值约3000万美元 第一批直升机预计将在未来6个月内交货 虽然两家公司表示将在这些直升机上安装无线电设备 但不会将其武器化 但UH1是美式装备 美国未来帮助菲律宾升级其武器系统并非难事 UH1这个直升机实际上是一个历史非常久的直升机 它是美国在越战时期研制的 因为我们知道菲律宾的军队 此前它的装备是相当的差 那么它这个直升机这样的装备更加是非常少 那么用于这个南海的话 它可能主要只能用在这个离菲律宾比较近的这样一些岛礁 稍微远一些可能就没有办法完成 而且它主要执行一些勤务任务 比如说这个一些小规模的运输 或者说这个比较短时间的巡逻或者临时的救援 另据美国战略之夜网站报道 菲律宾军队已经少量使用猛禽和骑士猎鹰两款微型无人机 两款微型无人机都同美国的度压无人机相似 度压无人机最大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90千米 可以在具控制器15千米的范围内飞行 而猛禽或者骑士猎鹰无人机照片表明 其同度压无人机尺寸相当 并且具有类似功能 但其摄像机和电子设备没有度压无人机上那么强大和可靠 但度压无人机的价格是菲律宾猛禽无人机的10倍